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B1B1B1 我是Angela 我是Baby Angela Angela非常高兴 笑Angela和大家一起来品尝一家 Fusion style的料理 Fusion 你解释一下Fusion是什么意思 Fusion呢其实这是 几种不同的菜系融合在一起的 就是这个Fusion 有些东西料理的结合 那我们今天的这家主要是亚洲 比如说菲律宾啊 比如说越南的一种西式的料理 所以感觉非常的不错 我们到了 那我们赶紧进去看一看 走 菲律老师这个地方为什么叫The Union 为什么叫The Union 我觉得是有两个意思了 第一个意思呢它在Union街上 所以叫The Union嘛 第二个呢因为它是Fusion嘛 它Suppose是把所有的 不同的料理不同地区的料理 把它融合到一起嘛 所以它有个Unified的感觉 所以它叫The Union 我爱不过 其实很精气 很精气啊 有点精气 Action 太终 larva 我们就想知道 这就怎么走 How they roll CD好像怎么样 说要找我 Gun 赶啊 怎样 Uranus H E L L I H E L I H E AAAAA 啊 看得好棒 非常香 非常的香 你来了 而且这盘菜 融入了非常多国家的元素 融入了摊一摊 这个欧式的sausage 有没有 美美的bacon 是不是 还有这个水锅蛋 对对对 水锅蛋嘛 还有下面比较亚洲的这种 牛肉啊 炒牛肉啊 还有这个绿豆融合在一起 绿豆对 不够杂粮 身体好 果然是fusion啊 有没有 非常有 那我们赶紧开动 好好好 怎么样 味道融合 这个柠檬口味的香糖 非常好吃 一点都不腻 吃起来非常的香 香浓 这个词是我要选择的 对不对 再加上这点小牛肉 还有这个绿豆 嗯 还有水锅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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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给大家一个小知识 Paka Plot 它是一种鲤鱼 它是菲律宾的鲤鱼第一次知识的咖啡鸡蛋 还有菲律宾的早餐包的一个俗称是早饭 大家可能会觉得早饭为什么还有米饭呢 就是因为在菲律宾的大米 在他们心目中的程度不亚于我们中国人对大米的喜爱程度 而且这个大米是蒜香炒菜 对对对对 菲律宾的菜系其实是以酸甜还有咸为主意 所以说你常吃它什么菜的时候都可以藏到这种口味 哇好好吃着大米啊 我要离开这里了 以后吃不到这么好吃的大米这怎么办 你猜一下我常吃的这个 我常爱吃你的烤午饭 这个不是木瓜丝吗 木瓜丝 但是它看起来有点像萝卜条 但是很像木瓜丝 经过精心腌制 味道非常的棒 哇 这个菜你知道叫什么吗 这个好像是叫breakfast spammy 而且它里面料非常的足 看一下好像是有这个萝卜丝 然后还有鸡蛋 vacons 还有非常有意思 它还有一个泡完粉 所以像那种末期跟非常非常辣的那种小辣椒 你不能吃辣 可以 果然是各种元素 它这里还有很多不同的酱料 是不是 各种各样的酱料可以给你配 它这个呢 看一下这个是辣椒酱吗 这个很越南式的感觉 对不对 然后中国的这种肉酱的感觉也非常的有 是不是 还有这个 这还有它自己的辣椒酱可以看一下 里面的辣椒和辣椒粉都看得非常清楚 你看就是非常有妈妈做辣椒酱的感觉 哦 我这直冒汗呢 那它最特别的还是这个东西 这要吃什么吗 辣椒油或者是香油 哎 香油 对不对 你其实可以放一下这些东西 然后品尝一下呢 今天我最喜欢的三道菜就是三个比较有特色的 一个是它那个蒜蓉的酱油炒饭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像萝卜酥一样的木瓜丝 啊 我觉得肌米也蛮不错的 是不是绿豆跟米饭啊 还有那些水果丹啊 还有这个柠檬口味的Sausage都非常有意思 非常就是一下感觉很多个 各个地方的元素 对 难怪叫的Union 是不是 下次我们再reunion一下 那欢迎大家来收看富温富火 so bad so hard 那喜欢就赶紧订阅我们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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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